瞧妹妹 小赛罗 我竟然没打过可恶的贝老黑 哪里来的恶心的怪物 他竟敢来我家捣乱 给我滚 要不然我揍你 是我啊 小赛罗 我是你赛罗爸爸 我不是怪兽啊 哼 我赛罗老爹 还不会长这个样子好吧 你肯定是哪个怪兽变的 你赶快跟我走 我都快看兔了 哎 我真的是赛罗啊 我只是在跟贝利亚交手的时候 被贝老黑偷袭用了魔法才变成这样的 为什么就没人相信我呢 我就说格力乔跟小赛罗 都不会认识赛兔子了吧 可恶的赛罗中了我心学的魔法 还变成了丑八怪 偷偷告诉大家 只有奥特之王和奥特之母 才能帮助赛罗恢复原来的样子 不过他现在这个样子 已经没有人能认出他了 而且奥特之王出去执行任务去了 就让他永远变成这样吧 我还要把赛兔子的丑照发出去 不知道谁还会喜欢赛兔子呢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 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在人群在天边 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这不是没有爸爸的小赛罗和格力乔吗 没有赛罗的保护 你们居然还赶在大街上溜达 小赛罗赶紧走 不要理会这些讨厌的灌兽 可恶的黑暗炸鸡 快放开我 你就不怕赛罗哥哥苏醒了 把你揍扁吗 小赛罗快逃啊 你不用管我 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的 妈妈 你坚持一下 我这就去爸爸石像那里唤醒他 让他过来救你 赛罗爸爸 你快醒醒啊 妈 被怪兽抓走了 你快去救救他呀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呀 小赛罗 想你了 就在这时 赛罗的身上散发着光明 赛罗的虚影也出现了 小赛罗 你的思量我已经感受到了 它正在一点点解除我的封印 但是这点能量还远远不够 你赶快把我的照片发出来 如果有人还记得我 我就能很快地解除封印 赛罗老爹 我这就把你帅照发出来 让更多的小伙伴想起你 有一点也许会走远 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在人群在天边 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再见了小伙伴 今天奥特警卫队就要离开了 赛罗哥哥 你们等一下 这次你们任务太危险了 我还有话要对你们说 谢谢你格力乔 还能送送我们 完成任务之后 我们就能回来了 赛罗哥哥 这次你们警卫队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能不能走之前 再给我们跳一段舞蹈 想你们的话还可以看看 格力乔跳舞还是算了吧 根本不会有人喜欢的 就算是跳了 也是白跳 赛罗哥哥 你们就再跳一次吧 你们不在的日子里 我还能看看你们的视频 嗨嗨小土豆 跟着下雪的节奏 多多跳 帅帅帅 放随你的小自由 嗨嗨小土豆 带上老哈一起牛 让个刀打把手 老哈也想从头 我是镜子骑士 有人再见 我是火焰战士 居然还有好多不认属的 我是德塔奥特曼 大家等着我回来 我是迪迦奥特曼 等我看循规了 我是赛罗奥特曼 保卫和平守护家园 赛罗哥哥 奥特战士们你们加油啊 执行完成任务 以后一定记得回来看看我们 大家快跟我来 我知道赛兔子 就躲在前面的垃圾箱里 赛兔子 快出来 我们知道你就在里面 不用躲了 快给我们滚出来 求你们别踢了 我出来就是了 你们到底想干嘛 为了躲你们 我都已经躲进垃圾箱里了 你们还想我怎样 你给我们马上离开地球 滚回光之国去吧 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怪兽了 我们也不再相信光了 奥特曼一点用都没有 你赶紧滚出地球吧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怪兽了 但我还想继续留在地球上保护你们 和你们一起做朋友 我们才不需要你这样的一类朋友 长得那么丑 又总是穿得那么奇怪 你离我们越远越好 我真的好伤心好难过 没想到 原来你们真的这么讨厌我 我继续留在这里 也没意思了 我现在就离开地球回光之国 地球上的小伙伴们 如果有一天 你们需要我 还愿意相信光 我一定会再回来 赛罗你要冷静 我已经检查过了 这不是一般的病毒 奥夫医生 我求求你救救小赛罗 他可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赛罗爸爸 我好难受啊 快来帮帮我 小赛罗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中了黑暗病毒 奥夫医生 这该怎么办呢 只有抗病毒药才能治疗 抗病毒药只有地球上有 我一定想办法买回来的 老板你好 我用光之国奥特徽章 能患抗病毒药吗 这个是不行的 现在早就没有灌手了 就算要了奥特徽章 也是没有用的 可是我急需用这个药 要怎么样才能买得到 只要你有100个奥特币 我就可以买给你 我现在就去证奥特币 小赛罗你一定要坚持住 等到爸爸拿药回来 赛罗为了尽快 挣到100个奥特币 天不亮就起来干活 天刚亮就开始擦布里做家务 中午的时候 利用吃饭时间 摆地探卖汉堡 赛罗大兄弟 你也太骗了吧 下这么大杯雨 还在坚持干难 为了小赛罗 我必须坚持下去 以最快的速度 挣到100个奥特币 拉完这车煤 就可以买腰了 小赛罗这下有救了 赛罗因为消耗了所有的光 身体已经开始慢慢石化了 小赛罗爸爸回来了 你赶紧醒醒啊 小赛罗过两天 就可以彻底康复了 赛罗你消耗的光太多了 你要注意身体 再这样下去 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你是谁 长得这么丑陋 为什么在我家里 我的赛罗爸爸去哪里了 小赛罗 我就是你的赛罗爸爸 你不认识我了吗 竟然冒充我的爸爸 你赶紧走 不然的话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真的是你的爸爸啊 小赛罗看来 你已经彻底康复了 你的赛罗爸爸 为了给你买药 白天到黑夜的干活 消耗了所有光 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对了 你赛罗爸爸去哪里了 奥夫爷爷 原来我赶走的是我的赛罗爸爸 我知道错了 爸爸你在哪 谁看到我的爸爸去哪里了吗 我现在这个样子 别说小赛罗认不出 其他小伙伴肯定也不嫌弃的 等到我恢复光明 我就回去继续保护你们 放过对错才知答案 活着的勇敢 没有神的光环 你我生而平凡 可攻赛罗 这次的任务非常简单 在你的六点钟方向 有一个黄色眼睛 皮肤很黑的奥特曼 皮肤很黑 保护 我已经看见了 很好 那个人就是我们今天的 重点保护对象 哦 喂 出什么事了吗 怎么有枪声 赛罗听到请回答 赛罗 喂 喂 喂 在吗 不好了 我们受到了攻击 对面来了好多敌人 我们的保护对象处境很危险 哦 他中弹了 他没了 赛罗 你撑住 我们马上就来 想不到我们光之国最优秀 从来没失手过的特工 也有失误的一天 教练对不起 我愿意接受处罚 等一等 我接个电话 喂 老王 什么 我明白了 赛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因为 那个 我 我 我刚刚接到奥特之王的电话 贝利亚原来是双面间谍 哦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所以提早把它解决了 对对对 我早就知道 哈哈 哈哈 真不错 上面现在对你的评价很高啊 准备正式任命你成为紧背队的队长 以后就负责维护宇宙的安全吧 居然还有这种好事 没有你吗 哈哈 哈哈 埃克斯叔叔 你要干嘛 这样不好玩 赛罗叔叔 你快帮帮我啊 哎呀 爸爸你快看 埃克斯叔叔真的把小银河给扔下去了 是吗 太好了 下一个就是你了 你好好看看 我们是谁 哈哈 没想到你们这么好骗 给我下去喂鲨鱼吧 小银河快跟我游啊 这里太多鲨鱼了 救命啊救命啊 谁能来救救我们啊 咦 水里怎么有人在求救 不好 是小赛罗他们的声音 我现在就赶过去救他们 你们这群臭鲨鱼离我儿子远点 你们别怕 我这就带你们上岸 你们怎么会掉进海里 这也太危险了 都是那个可恶的贝利亚和黑暗扎鸡 电长赛罗爸爸和埃克斯叔叔的样子 骗了我们 把我们扔下去的 又是你这个可恶的贝老黑 居然到处去干坏事 你一定饶不了你 小赛罗你们先回家 爸爸现在就去把那个可恶的贝老黑 给做个稀巴烂 小狄家 这么网了下这么大鱼 你要去哪里 妈妈你快让开 我要出去找爸爸回来 不许去 你那没用的老爸 一天天就知道打怪兽 哪里还记得有这个家 爸爸他也是为了我们 才会去这么辛苦的打怪兽 我不许你说他的坏话 我现在就去把爸爸找回来 就这样 小狄家自己一个人 在漆黑的大雨中 满大街的找着狄家爸爸 爸爸你到底在哪里啊 这么晚了 还下这么大雨 我好担心你啊 小狄家找了好久 始终没能找到自己的爸爸 天色越来越晚了 着急的小狄家 又害怕又难过 他不禁的在下雨的大街上哭了起来 这么晚了 那里怎么还有小孩在哭泣啊 那不是小狄家吗 我的好儿子怎么会在那里哭泣啊 爸爸现在这个黑话的样子 没办法去帮你 这下该怎么办啊 我的好儿子 妈妈终于找到你了 小狄家 快跟妈妈回去吧 这么晚了 海下这么大雨 外面很危险的 听妈妈话 狄家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 小狄家 爸爸也好想和你们团聚啊 可是我现在浑身都是黑暗气息 回去了会伤害到你们的 等爸爸恢复光明形态 我就会回去和你们团聚 你们这群可恶的怪兽 快放了我的奥特前辈 你是个什么鬼 一个新生的奥特曼 也敢来闯黑暗军团 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今天你来了 就别想再跑了 黑暗渣鸡 你少跟我面前啰啰嗦嗦的 我一边去吧 这群没用的家伙 连着新生带给都打不住 你们两个快给我冲上去 把布莱泽给我打趴下 你们两个小啰啰 别想拦得住我 完了 这个布莱泽太强了 我还是先逃吧 逃晚了就惨了 贝利亚我看你往哪里逃 你千千干坏事 今天就给我飞远一点吧 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从事说动漫 很久不见格外响恋呀 由于最近在弄数版小视频加油 精力有限 所以横版好几天都没有跟了 今天弄一期黑暗欧布的技能盘点 希望伙伴们喜欢 暗黑欧布这落地的姿势感觉怎么这么眼熟 这技能与欧布地支剑非常相似 转动键盘的四属性选择炎属性后将剑刺入地内 使被刺中的土地周围飞出巨大的岩石砸向敌人 转动键盘的四属性选择炎属性后发出一个火圈 随后将火圈挥向敌人 暗黑欧利吉姆光线原型为欧布起源的必杀技 欧利吉姆光线 你别说这淘心还挺讨人喜欢的暗洞欧布圆环 使全身燃起火焰 向敌人扑过去 你不要过来啊 作为多次使用的剑斗基础技能 从欧布黑暗圣剑的刀身发射光纶 斩断身处远方敌人的身体 暗黑欧布删在了欧布的火属性 怎么会少得了冰属性呢 一手破冰剑比原版都耍得要好 这山寨货打败了罗布两兄弟 看不起人家 他拉的就是吉尔光 看着就 这家伙也有洁癖 还要洗洗手 难道他不知道自己有多黑吗 那伙伴们认为暗黑欧布是正义的奥特曼 还是邪恶奥特曼呢 欢迎评论留言讨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 你看过特利加奥特曼吗 你知道在这部剧中出现过哪些怪兽吗 你知道这些怪兽都会什么技能吗 本期视频从此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其中两位立天怪兽的技能 能够吃掉任何东西的宇宙传说魔兽灭亡奥家 灭亡奥家可以释放红色的半圆形立场以控制重力 这技能拿来修炼 那还不得四半功倍 他还可以吞噬并吸收敌人的攻击 吸收的能量会暂时储存在喉咙的喉狼里 这玩意儿也太强了吧 连复合型特利加的栽培利敖光线 和永恒闪妖特利加的永恒轰炸都给吸收了 不怕撑死吗 灭亡奥家可以通过自身吸收的能量进行净化 在被纳斯第四号战斗模式击杀后 通过先前吸收的能量进行净化为灭亡大蛇 这技能着实有点逆天了呀 灭亡奥家的遗体中诞生的灭亡大蛇更厉害 所有的能量他都能吸收 他通过背部的突起物展开红色的吸收立场 以吸收攻击 通过背部的能量漩涡中释放的反射光线 将特利加和黑暗特利加直接打回人间体 这也太狠了 特利加站起来 这家伙全身的眼睛和头顶的脚 都可以去吸收攻击过来的能量 然后通过身上的尖刺发出闪电光线 那么利天的怪兽在闪耀特利加永恒形态下 使出永恒驱逐 最终把他给斩杀了 奥特跳舞谁最强 幼崽齐聚来帮忙 大家好 我是虫子说动漫 动所周知 奥特幼崽系列贯穿整个剧情都有跳舞 但表演才艺的镜头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盘一盘奥特幼崽拍起来的那些画面 首先呢 就是我们又爱又恨的小胖娜 你只要给他一台音响 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 他就会不自觉的跟着牛起来 睡觉起来第一件事 也是在静止前看看自己妖娆的身材 再来一段魔性舞蹈 打架累了 来一段 餐前饭后 来一段 在奥特曼里面 真的只有赛罗可以穿越次元宇宙吗 如果不是 那你知道还有哪些可以完成穿越的吗 大家好 我是虫子说动漫 本期视频我们就奥特穿越 一起来盘一盘 看看都有哪些可以实现时空穿越 那我们就坐上小光的时光机 一起去看看吧 谁说小朋友就不能玩穿越的 你看小戴拉把穿越玩的那叫一个炉火春青 一会儿穿越把装实山的小特里加给KO了 或穿越到折塔人间体那里捣捣乱 真是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呀 一穿越过去把折塔的音箱给偷走了 你说气人不气人 下面这位会移动的就是利人的女儿小姐 被带回基地的小姐不喜欢这里 自己又穿越跑了 真让人头疼 外面夫警处可以到处抓他咧 还好来夜说服他才回到了基地 你知道还有哪些小朋友可以穿越的吗 没有的话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咯 下期我们讲奥特前辈们对穿越的深刻理解 敬请期待哟 拜拜 我们都知道在Milker大佬的奥特幼宅里面 小胖拿一直都是那个被欺负且哀咒最多的光之宅种 随着剧情的发展 奥特幼宅陆续放出 被欺负的也慢慢开始转移 小胖拿也开始站起来了 又要变成那个宇宙该妞子的节奏了 这波小特里加就成了第一个哀咒的对象 接下来出场的是爱哭鼻子的小孟比喻师 难道是因为他爱哭 才给放在了奥特扭蛋里面 哇我想玩那个我想玩这个 那小光为什么要哭呢 试问哪位小伙伴小时候没哭过呢 你看小胖拿独自一人霸占滑滑梯 小梦都不敢上前 小胖拿我跟你说 你这样会没朋友的 建议把小胖拿拖出去打一顿 为什么说小梦被欺负了呢 你看悄悄板和鞦韆都有人玩 可怜的小梦这是被孤立了吗 小梦哭得别提有多伤心啊 突然就是嘛 大家就应该互相关爱一起玩耍 不然小梦长大了如何成为团宠呢 虫子在这里祝大家天天都快快乐了哟 我们下期再见 团圣节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好多小朋友还意犹未尽 那么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过节会干什么呢 是去打怪兽保护地球呢 还是跟小伙伴一起玩耍呢 或者说你就是在家看奥特曼 大家好我是虫子说动漫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 奥特幼者们都在干嘛呢 首先出场的是小胖的 你们睡了吗 我我饿得都睡不着 哎呀 烦事了 小胖的啊倒好直接嗨起来 小特的家是不是跟你很像 地球不宝宅 穿我都不下 你要难我跟猪比猪头害怕 我终于睁开眼 我就盼着放假 如果不是困不得已 我都懒得说话 赶快 小阿滚如欺负小该亚的样子 好可爱呀 从今晚开始 我绝对不熬夜了 我用生命保证 至于用谁的命 我还没想好 不过你咋俩交情 用你的不过分吧 小高是说的 也是我要说的哟 啊 丢丢丢 别往下滑了 听我说 你很棒 我爱你 OK 黑花走了 视频之后 祝所有大朋友 小朋友 都快快乐乐哟 谢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奥特技能千千万 就属这里最好看 大家好 我是从这说动漫 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 跟风有关的特拉风的奥特技能 对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奥特龙卷风 这是奥特曼里威力相当高的技能 直接击杀过怪兽 其他奥特龙卷风大多时候是辅助技 在第23话对战劳德拉时 泰罗高喊 泰罗龙卷风旋转身体 卷动气流将劳德拉吹到空中爆破 能力相当巨大 赛罗龙卷风严格来说叫奥特巨风 他是将敌人吹飞的技能 同时也可以将敌人固定于空中 艾克斯在截顿装甲的状态下 使用截顿屏障 覆盖全身后高速旋转身体 借助保护头部的截顿屏障的尖锐 施展猛烈攻击 这技能帅诈天有没有 以太家三重剑为主 自身360度回旋 并缠绕火焰 向敌人突击的技能 第18话破解截顿的一兆度火球 并打破光波屏障 给截顿造成重伤 初代心想 你们都能轻松破掉截顿防护罩 不会救我不行吧 这是拖雷基亚超帅必杀机之一 猛的一匹 直接将裸部打截体 把杰德打回初始形态 迈克塞斯释放练力能源 制造的巨大龙卷风 这是平地起风啊 我要是会这技能 肯定很拿风 第34话中 迈克斯用此技能将黑暗 八星人弄得机灵破碎 这小龙虾着实有点惨呀 个人认为这可能是欧部飓风里面最帅的技能了 你知道带属性的剑谁还拥有吗 罗索着飓风光弹丢出去的知识 暴露了它肯定是位棒球高手 布鲁旋风形态 使用螺旋音速制造龙卷风 随后罗索月水形态 使用巨大球体时水流入其中 如同洗衣机甩干衣物般回转 使格鲁吉欧伯恩剧烈摇晃 这是要将怪兽洗干净再杀吗 仔细看 该妞子小胖拿居然在做饭 过年了 奥特幼仔们的团圆饭都有小戴拿主厨 好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呀 这天下午 幼仔们都在想晚上的团圆饭该由谁来做 几个幼仔都无聊到不知道怎么办时 小黑迪想起了二弟 对呀 小戴拿会烧烤 肯定也会做饭 接着就回忆起了这一年来 和小戴拿共同经历的种种画面 虽然小胖拿很不靠谱 但这过年团圆了都不在一起 总感觉差点什么 小迪家正沉浸在回忆中时 远处响起了熟悉的传送门的声音 这是不是心想事成 届此虫子也祝福所有支持虫子 和鼓励我的小伙伴 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 只见小戴拿举着导游旗 拧着三位幼仔就走了过来 小戴拿这是跟小孟和小西卡丽 还有小赖去旅游回来了呀 小戴拿一声 我回来了 把打瞌睡的小高斯吓得一鸡鸟 小戴拿跟小迪家报到后 就被大哥给安排去做碾夜饭 你看小戴拿锅里做的什么 咦好像掉了一个 你别说 这卖相还挺好 小迪家和小高斯眼睛一直盯着锅里 都缠出口水了 这边小赖把餐桌摆好 科学狂人小西卡丽也没闲着 在那捣鼓他带来了神秘装置 据说是今晚的压走节目 迷地小孟比优师在一旁打下手 这边小戴亚挂上了大红灯笼 这过年的气氛一下就有了 小阿古如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冷 幼仔们围坐一桌 试得都很开心 小胖拿突然发现了什么 手上的鸡腿也不香了 走过去就爬上去一探究竟 这时候好奇宝宝小孟比优师 也发现了自己似曾相识的案件 抵不住诱惑又暗了下去 随着一声机械转动声 小戴拿被装了进去 一声炮响 天空中绽放出绚丽的烟花 这时众幼仔们都过来 一起看这美丽的烟花 太感动了 小戴拿用自己的幼小的身躯 为大家奉献了一场 绚烂的烟花表演 为小戴拿点赞 太伟大了 最后祝福视频前的你 新年快乐 兔年吉祥 2023年愿你每个明天 都充满精彩与快乐 菲利亚老爸 大事拨好了 塞罗奥特曼就玩火 去超市买水 没想到小怪兽不但不卖给他水 还把他给打倒了 他好像快要不行了 你快点看看这个视频 塞罗哥哥刚就玩火 他又累又饿 拖着疲惫的身体 来到便利店 想买点水喝 老板 给我来冰水 我快渴死了 斯曼滚出去 我们不卖给奥特曼 现在已经没人相信光 没人喜欢你们 赶快走 不然我让你好看 可怜的塞罗哥哥 只好默默的离开 忍受着 渴着去寻找有水的地方 你们都不能点 不能给塞罗送水 不然等他恢复了 他就要带你去玩 就不带我了 好你个小怪兽 胆子也太大了 居然敢欺负我的好兄弟塞罗 难道不知道 我已经加入光明了吗 我现在就去救塞罗 你给我等着 强大而帅气的奥特曼 看过吧 那奥特幼宅呢 你知道吗 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就去把我前面的视频 都看一遍 你就知道了嘛 火把们是不是很好奇 今天跟什么 其实本期视频 是做一个盘点 看看在奥特幼宅里面 那些一拳超人的精彩瞬间 看完能不能告诉我 谁被打的次数最多呀 那我们跟着小梦和小光的传送门 一起去看看吧 小胖拿在野外捡来了一颗 比他还要高的金蛋 拉着健身减肥的小胖狄 就把金蛋加到火上去烤 不一会儿 蛋壳离开了 里面居然也是一位奥特幼宅 只见他从蛋壳里面跳出来 一落地 眼睛一扫 就确定了罪魁祸首 跟着就是一拳 把小胖拿给打飞了 浑身不自在的小胖拿 这次又盯上了小胖狄的遮阳伞和音响 没有伞的小胖狄 被晒成了小黑狄 原来黑暗狄家是从小时候就有了呀 小胖狄气不打一出来 过去抓住小胖拿 单手举了起来 只见一声惨着 小胖拿又被打飞了 看背影 看站姿 就知道周围奥特幼宅不简单 一转身 这气势大害你无敌的存在呀 当然也有不服气的 有海神之称的亚瑟 一样不放在小阿古如眼里 抡起拳头也是一拳干净利落 搞定 永远坐不住的小胖拿 看见小特的家 就想去切磋切磋 一个时空跳跃 过去就看见小特的家 在那里热身 怎么广播体操都来了 这小家伙是来搞笑的吧 小特的家还想秀一下自己 小胖拿直接抬手就是一拳 把小特的家打倒在地 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 小胖拿刚想嘚瑟一下 天上不知掉下个什么东西 把它给砸晕了 所以做人不能嘚瑟啊 三十八 一 Amb 三四 三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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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